狗贩子拉着一条金毛,正在赶往屠宰场的路上,小哥发现后,开车直接追了上去,可接下来的一幕,却让人大吃一惊,好不容易才把狗贩子拦了下来,当听说小哥要买金毛,他开口就要700块钱,这有点超出小哥的预算了,于是小哥便和他讨价还价起来,狗贩子说,这是一只母狗,他正准备送去屠宰场,狗狗大概50斤了,还不满一岁,是只年轻的母狗,这只狗他收过来好几天了,今天刚好赶急, 于是便把狗狗拉了出来,小哥希望650能把狗狗买下来,但是狗贩子坚持要680,还说他是620收过来的,其实小哥知道他是500元收来的,可是狗贩子却坚持要680元才肯卖出,在小哥的软磨硬泡下,狗贩子终于同意660出手,但是小哥却坚持650才要,小哥的家人叫他不要放了,赶紧回家吧 但是小哥不忍心金毛就这样被人吃掉,非常希望能够把他救出来,两个大男人,就在大街上为了十块钱,在那里互道晚安了半天,最后狗贩子终于被小哥的诚意打动了,谈判总算结束了,当狗贩子将狗狗拉出来的时候,狗狗的表现太出乎意料了, 他竟然懂得小哥就是他的新主人,甚至还知道上小哥的车,只见他迫不及待地就要跳上车,仿佛一秒钟也不想见到狗贩子,当他上车后,还对着狗贩子骂骂咧咧的,似乎对狗贩子十分的不满,也不知道毛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,竟然对狗贩子有那么大的意见 紧接着,小哥又简单地给狗狗检查了一下,发现狗狗十分健康,随后就拉着狗狗回家去了 从此以后,狗狗在小哥的帮助下,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,给小哥点一个大大的赞,祝小哥好人一生平安